用qt吧 因为qt那个是比较快啊 vs比较慢啊 好 首先qt的话 那我就给在这里 你可以新建一个十元项目啊 你可以新建一个十元项目 好 接着在这里面呢 我没有了 没有了 这边我重新建一个吧 非qt 然后存息了 又回归到十元了 不是其他一些啊 好 现在我整这个就这个啊 过来过来完成 然后紧接着啊 你在这里面有一个 这个不用不上 那下有些人就问我 老师 我这个我怎么加载代码了 好 我们可以这么加载啊 我把这个 什么呢 我先编一个 编一下 先编一下啊 这个有了吧 好 接着这个打开 这边第二个 我去到这个目录 然后呢 我把我们的 刚才给他发了一个 第几个 第0个 就第0个 代码放过来 第0个 看到了 第1个 等会再看啊 先跟着我的一个 这个节奏 好 接着在这里面呢 你要加载吧 吧 那接着我就把这个移除了 你可以删 然后接着你要加载右击 来一个添加现有文件 把这一个 刚才你放到这个路径的这一个 放过来吧 最好和原来工程一个路径啊 然后紧接着 对了 他刷新 刷新的时候不要烦的地方 你要关了 再咖 他不要骂 他关了 这个关了 再咖 接着再来打开Q帖 这个第一天可能讲过 可能忘了 那我们再来看 了解 这边有个记录 打开 就刚才那一个 现在在这里面就有了 那有了之后 你先不用管 你去找曼谈数 组谈数 组谈数的时候 如果你有写的编码问题 你在这边有个角落可以选编码了啊 我这边没有 了解 在这里面呢 组函数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他需要参数啊 所以又是以前一种方法 你需要给他填一下吧 好 现在我填 我等会再填 现在关于这一个 这个路径 你放在什么地方啊 好 路径的时候呢 你是用鞋子的一个路径问题啊 好 现在路径问题的时候 看着 我习惯放在于这一个路径 放在这一个 这里面的路径 这个路径比较好 这个路径就在于Qt了 一个比较好的路径 看着 如果说 这个路径在里相对里代码 是不是点点斜杠上一只路径 相对里代码是点点斜杠上一只路径 如果放到外面这里是上一只路径 然后接着你点进来是有一个叫bill的 相对于这个debug是也是点点斜杠 刚好是不是都是上一只路径啊 所以在这里面你放着 你放这里面呢 这个路径刚好是匹配上的点点斜杠 所以我习惯放着 当然你可以放到debug那个 那个就叫当前路径了 好 所以我放在这上一只路径 我们把那个 这一个test他放到这 好 接着现在来写的话 看这里你的这个参数 等于多少 两个参数是不是 是不是我最终我运行的时候 我要传一个文件进来一点奥他后面写一个一点test他需要多少个参数 两个吧 然后接着这一个是需要一个路径 这边需要一个路径的话 我的第一个是有传的那个路径 我在这里面是点点显卡 他叫什么名字 我看一下在这里他叫什么名字 这一个吧 我复制一下 复制这个名字 好 接着在这 整过来 然后搞定前面你给他一个ARGC代表是一个参数 我这个不是V啊 S啊 没有看错了 一个是代表一个路径 把它整过来之后 你就不需要传参了 否则你要命令航传的吧 好 编译形象 好 接着这边有提示 打开需要多少时间 然后紧接着 另外一个你开始写一个 譬如说 迈克 回车 哈喽 有 然后紧接着 接着是怎样呢 你要退出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退出 好像要哪个命令啊 哦 退出要写这么长 因为你写Blake Blake也是个单词嘛 有些人说我写Blake 行吗 你看一下写Blake Blake也是单词啊 所以你退出来的时候 CM M M A N D 然后等于谁 Esta 看到这里 它就退出了 退出的时候用多少秒 释放的时候 14毫秒 很快嘛 看到了吗 你查一下当时很快 就打开了 之后可能需要 时间 慢一点 不过VS 可能不同编辑有所差运运行的时候啊 好 就关于这一个 你自己来